白老师您好 我叫杨龙 在外语学院修翻译专业 我在2018年 我高二的时候 曾经看过对白节目的第一季第一场 然后那一场的主题 我还记得是 这世界会好吗 活成自己并不容易啊 其实这个问题在一百年前出现的 2020年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我觉得把2020和 这世界会好吗 这个主题放在一起的话 就很有意思 所以您能否评价一下2020 在这一年中 让您最开心和最遗憾的事都是什么 您觉得2021年 这个世界是会更好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2021年 让我最开心的是 见到零的时候 我是过去中国人喜欢很多数字 喜欢九 喜欢六 喜欢八 2020年中国人最喜欢的是零 那让我最难过的时刻就是有那么多生命 因为新冠疫情消失 那我觉得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让人难过 那你说明年会怎么样 我正在准备跨年的节目 20到21年跨年的节目 我相信我头几句话当中一定会说 往年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总对过去的这一年恋恋不舍 期待新的一年 但是今年的此时 我只期待新的一年 绝不会对这一年恋恋不舍 赶紧过去吧 赶紧过去吧 是我们的一种共通的情感 却不意味着2020年 在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当中 没有我们值得提升能力的地方 也许很多年后我们会知道 我们的很多能力 是因为我们不喜欢的这一年被提升 就像2007年我骨折了 做手术 但是也正是从那糟糕的时刻开始 我会开始练体能 练力量 然后这个长跑 慢慢慢慢 我现在还在提球 那一次跌倒是糟糕的 但是它改变了我 对力量的看法 和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我又不能不说 那一次骨折 从另一个角度 我既然没躲开它 但是它也帮了我后来提升 我希望2020年 是人类的一次受创之年 但是这个受创 希望整个人类 补齐很多的短板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白老师 其实我还有一个心愿 就是从一姐想跟你合格影 但是我觉得 今天能够在这里 和你面对面的交流 已经是间接超额地 完成我的心愿了 我们一定已经 在一个屏幕上出现了 好嘞 谢谢白老师 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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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